本届论坛以科技赋能减污降碳 推动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围绕两岸生态环境的共智共享 环保产业的创新发展 进行广泛的深度的交流合作 共开展一场主论坛和12场分论坛 内容包括海峡环境科技成果对接会 新时代城市水环境的机遇与挑战 2023年两岸无费城市建设与发展 新污染物与新处理技术等 开幕式上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会长 郭成湛表示生态环保产业 是国家新兴战略支柱性产业 已经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产业基础 和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 是服务保障双碳目标战略 建设美丽中国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希望两岸科研院守专家学者和企业家 把握历史大事 坚守民主达意 生化交流合作 促进融合发展 为持续抵径海峡两岸绿色产业 高资料发展 共建美丽和谐海峡 贡献新的力量 厦门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何博新 在致辞时表示 当前厦门市正在加快建设 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室 要加强海峡两岸生态环境领域的科技创新交流 促进台胞台企积极参与两岸生态环境共智共享 台湾大学名誉教授蒋本基表示 本次论坛深入贯彻双碳目标新发展理念 加快固建新发展格局 推进海峡两岸环保产业升级 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开幕市上还举行 副省级城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2023年度生态环境保护优秀环保项目 以及技术装备颁奖仪式 论坛同期举行厦门国际环保展 集中展示环保前沿技术成果 将新兴科技与环保应用场景高效融合